眼前这个盛产表情包的男人是张老三 酷爱小动物尤其是狐狸 这不为了就一只小狐狸竟然撒谎欺骗同班同学 转身他就去和狐狸自目相对眉目传情 此时同学又折返回来 老三直接假扮鬼魂吓唬同学们 晚上老三回到家往床边一座发现情况不对 一条三十三米三的大长麻花辫子映入眼帘 接着他掀开被子一个绝世美女出现在他眼前 老三一下就看傻眼了 女人拿着老三的手摸到一条落在外面的狐狸尾巴活灵活现 这可把老三吓得不轻 他不敢相信世上真有狐仙 女人说他从不骗人 接着又忽善忽善他的狐狸尾巴 吓得老三拔定而起 女人一把拽住问是不是嫌弃 他是狐狸 老三解释不是这个意思 可毕竟是两物中有生殖隔离 狐仙说这也有好处 放开胆子吧 鬼狐不是人间烟火 不要担心做了那事以后供养不起 鬼狐来无踪躯无影 不会因此而让人家看见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闲话 不会有道德谴责 也不会引起争风湿醋一类的闲话 老三一听句句再理于是又回去坐下 可他还是想延续老张家的香火 那如果我不是狐仙呢 接着就又让老三去触碰狐狸尾巴 看老三不敢碰女人 只好把狐狸尾巴缩回去 接着再让老三检查 这下老三相信女人只是女人而已 女人对老三深情表白 此时老三认出女人竟然是同学的妹妹 担心事情败露自然不敢接受 自古闻人多风流 先生怎么这么拘泥俗里呢 闻人不能无形啊 眼见如此女人说 只是露水夫妻一宿而已 鬼都不知 又有何妨呢 面对情感如此真挚的女人 单身二十载的老三下的拔定 而且眼见如此女人说 老三其实对他有救命之恩 滴水之恩尚且涌泉相报 如果小女今夜不能报恩 不知后悔何妻呀 老三一听既然是报恩 那就把你这九块九包邮的狐狸尾巴送给我吧 我可以回去做成毛笔链字 用他写昆字绝对好的一批